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变化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曾以韩剧原来是美男爆红的亚洲王子张根硕 近日在YouTube上公开了自己罹患假状腺癌的消息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无数粉丝 张根硕透露,他其实早在一年前就确诊了这个疾病 并在两周前刚刚完成了手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这位童星出身的演员以其俊俏的外形和出色的演技 早早就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总是眷顾这位努力的演员 张根硕在YouTube上勇敢地向粉丝们公开了自己的病情 并分享了自己在手术后的恢复情况 他表示,虽然手术过程并不轻松 但现在的恢复情况良好 感谢医护人员的专业照顾和粉丝们的支持 这位勇敢的演员在面对病魔时的坚强和乐观 感动了无数人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为他加油打气 祈祷他早日康复 张根硕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乐观和坚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粉丝心中一直宛如太阳般耀眼的亚洲王子 张根硕如今面对的却是生命中的一场阴霾 曾凭借电视剧原来是美男红遍亚洲的他 近日在YouTube上公开了自己罹患假状腺癌的消息 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震惊了无数粉丝 张根硕从童星出道 依靠俊俏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 早早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然而随着后续作品反响未能超越前作 张根硕的事业逐渐进入低谷 面对事业上的起伏 这位坚强的演员并未轻易放弃 他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和挑战 希望能再次赢得观众的喜爱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总是眷顾这位努力的演员 今年他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假状腺癌 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正如他在YouTube视频中坦言的那样 确诊的那一刻仿佛天塌地线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他不仅要面对病痛的折磨 还要承受外界的各种压力和质疑 为了不让粉丝担心 他选择了隐瞒病情 默默接受治疗 手术后的恢复期并不轻松 张根硕经历了无数个难熬的夜晚 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他表示正是因为有粉丝们的支持和鼓励 他才能够坚持下来 每当他感到痛苦和无助时 都会想起那些在他低谷时 依然不离不弃的粉丝们 这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张根硕的故事不仅感动了无数粉丝 也引发了人们对假状腺癌的关注 据联合早报报道 假状腺癌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系统 恶性肿瘤 早期症状不明显 容易被忽视 张根硕呼吁大家重视健康 定期进行体检 早发现早治疗 他在影片中亲口报平安 现在正在接受检查追踪 尽全力进行健康管理 他决定公开病情的原因是 希望给正在度过艰难时期的人们 支持和勇气 如今他已经康复 可以继续履行和工作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 张根硕也没有忘记回馈社会 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善举不仅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 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 和有温度的张根硕 据世界日报报道 张根硕在一次公益活动上表示 面对病魔 我们不应该退缩 而是要勇敢面对 积极治疗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病魔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张根硕的勇敢和坚强 感动了无数人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为他加油打气 祈祷他早日康复 许多网友表示 张根硕不仅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更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他的坚强和乐观 给了大家无尽的力量和鼓舞 张根硕通过影片公开病情的举动 使他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联合新闻网也报道了张根硕的 这一段勇敢的历程 自确诊以来 张根硕一直默默承受病痛 和网络酸民的攻击 但他从未放弃希望 他在影片中 向所有关心他的人 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并表示 未来会更加珍惜每一天 用更好的作品 回馈粉丝的支持 粉丝们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为他送上祝福和鼓励 希望他早日康复 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张根硕的经历告诉我们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这位曾经的亚洲王子 如今以更为坚韧的姿态 重新面对生活 他的故事 无疑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面对病魔 我们不应该退缩 而是要勇敢面对 积极治疗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病魔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未来 张根硕表示 他会继续努力工作 争取早日康复回到大家的视线中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 告诉大家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保持乐观和坚强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张根硕的故事 无疑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面对病魔 我们不应该退缩 而是要勇敢面对 积极治疗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病魔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张根硕的公开病情 无疑是一种非常勇敢的行为 他不仅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脆弱一面 还以身作则地呼吁大家重视体检 这种行为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在这个社会里 尤其是娱乐圈 明星们往往会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 以保持完美的形象 但张根硕却选择了坦诚 这无疑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和有温度 哎呀 楚天书 你说得倒是好听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开有可能是为了炒作 毕竟张根硕的事业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今突然公开病情 很容易得到大量的关注和同情 简直就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再说了 娱乐圈里的套路谁说得清呢 谢琪琪 你这话也太刻薄了吧 如果我们要怀疑每一个公开病情的明星 那岂不是让那些真正需要支持和关心的人更加孤立无援 况且张根硕在公开病情之前通过了手术并且恢复良好 他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鼓励和激励其他病友 而非单纯的炒作 难道你觉得他宁愿冒着被质疑的风险也要炒作吗 楚天说 你别被他的光环迷惑了 娱乐圈就是个名利场 什么手段都能用 只要能赚到曝光率 再说了 公开病情有时候并不见得是为了鼓励别人 有可能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避免大家关注他的事业低谷 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次发生 比如某些明星在陷入负面新闻时突然爆出重大消息 好让公众的焦点转移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谢琪琪 你的怀疑可以理解 但我们也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事情 张根硕在发布病情消息后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这说明他在用自己的影响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怀疑 而是要看到他带来的正面影响 就像历史上的名人 很多人都是在经历过重大困境后 依然选择帮助他人 比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他的坚韧和善意不仅感动了南非 也感动了全世界 哦 楚天书 你真的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天使啊 不过别忘了 公益活动也可以是形象工程的一部分 很多明星在绯闻缠身的时候 都会去参加公益活动来洗白自己 张根硕也许是想借此机会重塑形象 毕竟他也需要重回演艺事业的巅峰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 娱乐圈的每一步棋都有他的目的 不能单纯看表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